喂 有聽到 聲音可以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好 今天這一節課的題目是什麼是民政府 相信大家來上課之前多少有聽說 可是可能也不是這麼完全的了解 這一堂課我們會介紹更多 民政府的一些知識給各位 那這個是今天的課程內容大綱 我們會介紹國籍跟身份證的問題 還有控美案 那如何成立民政府的 以及國際法的起源 戰爭法的概念 那還有這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軍事佔領不能移轉主權這個戰爭法的概念 最後是介紹佔領法 那相信今年5月發生的事情 大家可能還有一些印象 就是在越南跟中國之間 因為南海的海上領土主權的問題 所以發生了外交上的一些糾紛 那所以越南人就 他們當地就發生了排華事件 那就是要針對華人 中國人 有一些暴力的行為 那但是當時呢 很多台灣人在那邊設廠的台商 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排華你們排斥中國人 怎麼打我台灣人的工廠 台灣人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個燒殺打雜的 都是這個台商的工廠 那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台灣人拿這面國旗 下面這個中華民國國旗 那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應該是中國人的工廠啊 是不是 那所以說後來有些人 可能就身上或是衣服 或是工廠外面就貼一些標語 說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就是可能只能這樣來處理而已 那當時台灣也有 對這個事情很關心 因為台商都受到波及 所以說台灣這裡面也有一些工廠 他們有一些越南勞工 是在台灣工作的 那就跟台灣的主管就聊天 那聊天 那個主管就說 你們分不清台灣人 跟中國人不一樣嗎 那越南人說 知道我們越南人一般都分得清楚 台灣人跟中國人是不一樣的 可能是一些外表上 或是說話的方式 或是跟人家來往 互動的一些行為模式 跟中國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越南人其實分得出來 那台灣人就問 這個主管就說 對啊 那不然再分不出來的話 不然我拿我的證明給你看 我的證件給你看 我有身分證啊 我跟你說我是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啊 所以他就從口袋 拿出他的身分證 就拿出這一張 大家都知道 同性現在都知道了 但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 他拿出這張的時候 那個越南人就說 嚇一跳 你們怎麼還在拿這張身分證啊 但是這個台灣人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有奇怪嗎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你們 越南人說你們不是二十幾年前 應該就不是在拿這一張啊 然後他意思是什麼 他說二十幾年前 可能是他們以為 那個蔣經國去世之後 換李登輝執政是台灣人執政 那外國人 可能一些東南亞國家以為說 台灣人終於不再是中國人 在統治管轄的地區了 他們以為是這樣 所以他看到這張身分證說 你們怎麼還在拿這張身分證 所以連越南人一般的人 他們都知道 那只有台灣人完全不知道 拿這張身分證有奇怪嗎 也不是很奇怪 很自然嗎 可是周邊國家的人都知道 台灣人不應該拿這張身分證 那更不要說出國去也都拿這個護照 對不對 外面寫的 裡面寫的 條碼刷出來的 都是寫的是中華民國 難怪外國人把出去的台灣人 都當中國人 那網路上就有很多資訊 就是一些拿著護照出國 遇到很多 譬如說不能登機的 或是拒絕路徑的 被原機遣返的例子 那也有留學生到德國去 他遇到的情形就是說 沒有人相信我是台灣人 不管他怎麼說 那個 德國的 他去辦那個德國的延長簽證 那德國的班士員小姐跟他說 就給他一個證明 上面寫的是CHN寫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的意思 那這個台灣人就去距離力爭說 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 最後就是跟外國人吵了一架 那外國人就是撂下一句話說 真搞不懂有人拿中國護照 卻一直說自己是台灣人很奇怪 台灣人很多人在外面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我們在台灣不要出國就沒事了吧 是不是這樣 好像也不是喔 很多年輕人在台灣裡面辦的一些 國際性的運動場合 喜歡拿著國旗飄啊飄的 或是說有中國的官員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很多人就拿著這個旗子去抗議什麼 可是都會被警察沒收 在運動場上自己的 譬如說台北市裡面 以前有在辦那個什麼女竹賽 很多台灣人去加油就拿國旗 結果就罵馬英九說 沒收國旗 不可以帶國旗 難道在自己 他們認為是中華民國 他們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 他們說我在自己島內拿旗子為什麼也不行 好 那很多很多的事件喔 不只是出國會遇到 那在台灣島內也會遇到 那這個是學生到加拿大 參加國旗的一些技藝競賽 那也是不可以拿國旗 可是呢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都會作假 他在這個勞委會的網站呢 就貼了一張這個 這個是偷偷貼的拍好 然後放到這個網站上去 然後呢 但實際的情形是整個大會過程期間呢 是不可以貼這個中華民國國旗的 那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在台灣呢 他就是會騙台灣人 宣傳說我的國旗在這裡 這是詐騙的手法 那如果在台灣也有2014年 今年有辦APEC創業的挑戰賽 很多年輕人去參加 那也被告知說不可以使用台灣 或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稱呼 那只能使用中華台北 這個才是正式的名稱啊 代表這個流亡政府 如果使用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圖樣啊 國旗都會被拿走 所以台灣人一直覺得很奇怪 還有辦這個奧運的時候 掛了一天隔天拿下來了 那參加奧運呢 就要拿這個奇怪的旗子 奧會旗 那台灣的選手覺得說我是台灣人啊 我為台灣選手加油啊 可是喜歡拿這一面旗 那這個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代表的旗子 那台灣人其次以本土台灣人的身分 是不應該去代表中華隊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那像這些是一些歐洲的國家 他們的選手得獎的時候就可以拿著國旗 展現自己勝利的那個很高興的心情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國旗都不能出現 台灣人就是很多年輕人就一直很情緒化的 一直很情緒化的說為什麼 為什麼都不可以 都是政治迫害 那都不會冷靜下來想一想說 為什麼不可以 那這個在我們秘書長林資深的控門案之前 會這樣子想那就算了 可是民政府成立之後 其實很多人這些人也 中間很多人他們也知道 也聽過台灣民政府了 可是為什麼還要繼續堅持中華民國 如果他是中國難民的後代 他有他的立場就算了 我們對他不予置評 可是如果是本土台灣人自己 也知道台灣民政府的事情 可是卻還執意拿中華民國國旗 然後是繼續在支持中華民國 那其實就是很可憐的 很可憐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是台灣人一直 已經在島內跟出島外都會遇到的事情 那應該要好好地冷靜來想一想 為什麼出去都會遇到這麼多 自己覺得很疑惑 那就要去把它弄清楚 好 那這個很奇怪的 這個國籍問題一直存在台灣人當中 那這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要回到這個 回到歷史原點 回到這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這個二次大戰結束的那個時候 好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當時台灣人的身份其實是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的身份 這相信各位今天上過一整天的課 大概有個概念的 那當時呢 因為這個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呢 命令蔣介石呢 來這個接收台灣的受想 那他派陳怡來代理這個管理佔領 所以在1946年1月12號呢 這個行政長官陳怡呢 他就發佈了這個行政命令 他01297號的行政命令 那這命令的說法是這樣 查台灣人民元系我國國民 這我國是指中華民國 那以受敵人侵略至上司國籍 知國土從光 其原有我國國籍的人民 請自中華民國34年10月25號起 也就是1945年的10月25號起 請英籍與律恢復我國國籍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是他有他的原因 就是說他想要佔領之後 併吞台灣這個領土 那為什麼他會說 查系台灣人民元系我國國民呢 那這個就要稍微講一下歷史 因為當時 這個台灣人民的 有幾個不同的族群 從原來的原住民就是 平埔族跟高砂族 那這個是佔比較多數 那在這個明朝 民國時代跟清國時代呢 就有兩次 一次明朝民國時代的時候 就是鄭成功他也算是一個 流亡政府 那他帶來了一些少數的 所謂閩南人 那他們是講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是台語的意思 那後來又換了清國 就是滅掉這個 鄭成功這個流亡政府之後 清國為了管理 那他就是再從廣東移民的 少數的一些客家人過來 所以說兩次的這個 中國那邊的政府呢 有移民一些人過來 所以他就認為說台灣這邊 都是他的人民 其實不是 台灣這裡本來就有住的 平埔族跟高砂族 所以他是想藉由這個模糊的方式 然後想要來佔領並吞台灣這個土地 好那當時他這個是 發佈這個行政命令呢 這個也引起了這個 英國外交部跟美國的外交部 那他們美國國務院呢 都有做了三次的抗議 那不准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違反國際法做這樣子的一個行政命令 那這邊有寫 不可自身將台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 應該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 或其他的政治外交手續後可 因此台灣雖以為中國政府統治 這只是統治只是管理而已 所以英國政府欠然同意台灣人民 切以恢復中國國籍 所以英國政府是知道 中華民國是想把台灣的主權 由日本移轉到中國 但是這個沒有經過合法的 國際法的一個簽訂合法程序 所以不可以這樣做 那美國國務院呢也是一樣 與英國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好 所以呢 這樣開始我們就當了69年的假的中國人了 但是我們真實的法理身份是日本台灣人 好 繼續當假的中國人 那我們這個法理身份 所以我們剛剛說要回到這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二次大戰呢 這是我們講二次大戰 那應該還有其他說法是說 大東亞戰爭或是太平洋戰爭 那當時呢 因為整個亞洲地區呢 幾乎東南亞中國 幾乎都是歐美的殖民地 那唯有這個大日本帝國呢 因為他很早就明治維新了 所以他沒有被淪為殖民地 其他地區都是殖民地 那因為日本人呢 是希望說亞洲人自己要能夠起來 不要再當殖民地了 他相信亞洲人有這個能力 可以自己自主有主權 所以他是希望建立一個大東亞共融圈 不希望是亞洲人繼續再被歐美殖民了 所以就發動了這個大東亞戰爭 那後來因為是美國加入這個太平洋戰爭之後 才戰敗 但是雖然是說戰敗 可是現在很多東南亞各國 如果他們在國慶的時候 因為二次大戰之後他們脫離殖民地的地位 都紛紛獨立了 所以現在很多東南亞國家的人 他們在慶祝國慶的時候 都還會一併感謝日本人 在二次大戰對他們所做的 幫助他們恢復主權 那這是簡介一下二次大戰 那我們來看 所以當時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呢 整個大日本帝國 它的包含的自己的國土以及管轄的範圍呢 就被分為七個部分 由占領全國美國分為七個部分來分別占領 日本本土是由美國來占領 台灣新南群島是由中華民國代理占領 華泰廳跟千島群島也是由蘇聯來代理占領 朝鮮以北 朝鮮的北尾38都縣以南 那是美國陸軍司令部自己佔領 關東州是由蘇聯佔領 1955年有歸還中國 朝鮮的北尾38都縣以北地區 是由蘇聯軍事政府佔領 1948年是獨立成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第七個南洋廳是由美國佔領 1947年是轉為太平洋群島托管地 就分了七大部分來分別占領 台灣的情形就是當時分了這七個部分來占領之後 在這個華泰廳跟千島群島 當時是有大約一萬六千多名的日本人居住在那邊 那蘇聯佔領之後他也想併吞這個土地 所以他就把一萬六千人的日本人都送回日本去了 那這中華民國佔領台灣 他也是想如法炮製 他也是想把當時台灣有六百多萬的台灣 他那時候說是這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 那他是要把這六百萬的日本人遣返回日本 但是當時美國說他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六百萬人實在是太多了 那所以他最後就是想到另外一個併吞的辦法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就是假意把這個台灣人當成是中國國籍 那當時的情形就是第一步驟 他就是先發佈這個行政命令 讓台灣人更改國籍 那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第二步驟就是在1946年3月2號起 他就分個七次去遣返當時在台灣的 算是合組合役的日本人 遣返當時大概遣返了將近快五十萬人 包含一般的平民跟軍人 分期期來遣返 那所以遣返這些合組的日本人 回日本本土之後 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約數十年 日本人是不能來台灣的 這很過分 好 那當時戰後還有一些情形 就是我們當時台灣是 因為日清戰爭之後 就是有日清之間簽訂下官條約 那台灣這個領土是因為 由大清大皇帝 割讓給大日本大皇帝陛下 所以台灣這個領土之後就成為 而且在1945年的4月1號 由大日本帝國憲法有施行到台灣了 所以台灣這個領土已經變成日本的國土了 是不可分割的國土 所以台灣人呢 所以台灣人呢就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那也是效忠日本天皇 那當時台灣人的法理身份就是日本人 那經過這個太平洋戰爭之後呢 因為戰敗之後 那麥克拉斯的將軍在七日內呢 就幫日本人 日本國訂一個新的憲法 原來我們是用大日本帝國憲法 後來呢 7日內呢 佔領之後7日內 就協定了一個日本國憲法 是在1946年的11月3號公佈的 那這個日本國新的憲法呢 是由按照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規定 所以由經由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呢 就表決批准了這個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好 那這兩部憲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大日本帝國憲法有76條 內容跟新日本國憲法是完全不一樣 新日本國憲法是有103條 好 所以這是當時不同的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外國旅券 就是當時的護照 那這個是後來新日本國的護照不一樣 好 接下來呢 戰後呢 剛剛那個修改這個 日本國憲法是1946年 1946年的1月12號 台灣人被中華民國任意更改國籍 1946年呢 11月3號新日本國的憲法成立 訂定之後成為一個新的政府 好 接下來就是簽訂究竟山和平條約 那這個是有關台灣的一些地位的問題 所以旧西山和平條約第一條寫到 各盟國承認日本人民對於日本及其領海有完全的主權 第二章是寫到的是領土 2B寫到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 權利根據其要求 那西日寫日本放棄千島群島 這是有關於華泰廳跟千島群島的 放棄一切附近島嶼的一切權利跟要求 2F是日本放棄南威島西沙群島的權利根據跟要求 那這個放棄是屬於說因為戰敗被迫放棄 不是主動放棄 那放棄的也只是管理權 好 那第三條寫的是有關於琉球的琉球群島的 這次琉球是交給聯合國交給美國來托管 好 這是剛剛講的 領土部分被分的七大部分 那佔領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之後再依舊金山和平條約 再個別放棄各部分的領土 好 接下來到了1952年 1951年9月8號簽了 究竟三和平條約 那到了1952年4月18號呢 日本國跟中華民國 又簽了一個日華台北條約 那這個日華台北條約第十條就說 本約中華民國國民 因應被視為包括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及澎湖所已經施行 或未來可能已經施行的法律 就我剛剛講的 1946年1月12號那個法律 和規定而具有中國國籍的所有台灣跟澎湖住民及其後裔 然後與之前為台灣跟澎湖住民及其後裔 那這個定這個就是為了要合理化他之前的 那個違反國際法的那個行政命令 但是其實這一條 這個合約也是違反萬國公法跟國際法 因為他違反了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跟國際公約的第十五條 仍然又享有國籍的權利 以及任何人的國籍是不可以任意剝奪的 那也不能否認他自身主動改變自己國籍的權利 所以1946年1月12號的行政命令 以及1952年4月28號的日華台北條約 都是違反任意改變剝奪他人國籍的這個世界人權宣言 所以是違反這個國際法 所以後來日本在1972年就廢除了這個日華台北條約 但是因為這個前後從1945年到1952年 因為一些行政命令以及這個合約的關係 那台灣人只好當了69年的假的中國人 一直到現在還即將把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那台灣人呢也即將恢復自己的原來的法理身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改變呢 那都是因為控美案以及台灣民政府的成立 因為秘書長林志森發現了這樣的事情 發動控美案 所以恢復台灣人被掩蓋了將近70年的這個真實的身份 這樣的事情才露出一絲的曙光 我們才可以站在這裡來釐清我們真實的法理身份 好 那控美案呢 控美案是從2006年的10月24號開始的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那控美案的這個主張標的是說台灣國際地位 以及台灣人權保護訴求 這個人權當然就是包含我們的國籍的人權 那以及就是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統治之下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那不只是政治戀獄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統治的70年 將近70年 真的可以說是謀財害命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覺 好 所以到了2008年的時候 3月18號就判定 本土台灣人是無國籍的 好 那這個說明說本土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在1945年的8月15號這個時間點 原來是日本國籍以及台灣人跟他的後裔 好 這個輸送案就繼續進行 好 那到了2009年4月7號的高等法院判決 有五點 64年來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政府 台灣也沒有政府 沒有這個 沒有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那人民至今人生活在政治戀獄中 好 那台灣人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當中 那要求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好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個 根據國際法就有了這個身份證 我們就是根據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三和平條約 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以及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的 台灣民政府參議院所發布的公民權利法案 來發布這個身份證明 好 所以台灣民政府是依國際法戰爭法來成立的 好 法院要求 美國要依舊金三和平條約的規定來正確行事 所以這個期間 台灣民政府的期間呢 有很多事件 有到美國華府的四季酒店 舉辦這個酒會 那目的是 向當時的 在華盛頓地區的各國外交使節公開 宣告台灣民政府成立 好 那也有到這個 回到我們的母國去參拜禁國神社 那因為禁國神社有台灣人的祖先 就是參加二次大戰 有三萬九千一百名的英靈在裡面 那我們要去跟這些英靈致敬 感謝他們 那其實如果各位情況許可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要去參加這個參拜團 因為到日本你會很感動 就是有很多奇妙的 不可思議的一些經驗 而且你會很感動 就是應該要回到母國去 親近去看一下 好 那這個是日本天皇跟 皇后美之子 在去年的4月28號的 這個主權回復日的典禮 好 那就是美國跟日本已經和解 所以他們要恢復 這個日本國的主權 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知道這樣的趨勢 美國已經要恢復 這個大日本帝國的 這個他的主權跟他所有的領土 好 對 那前面再提一下 為什麼 因為之前 俄羅斯在北方四島附近 有做一個軍演 因為可能之前 這幾年都是美國跟環太平洋軍演 太平洋國家軍演 所以俄羅斯在今年的時候 也在北方四島這邊舉行軍演 當時美國就公開說 這個北方四島是 Japanese Sovereignty 就是日本人的主權 說了這句話之後 俄羅斯就草草結束軍演了 因為這個只是他的 暫時的佔領地而已 不能把它當成自己的領土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美國日本 已經在合作恢復了 好 那民政府的法院 以及國際上有其他民政府的案例嗎 我們來看看 好 這是剛剛有提過 開民政府的法院 好 那在1914年呢 1914年美國的一個著名的書 寫到軍事政府跟戒嚴法 那裡面有提到 軍事政府的執行 不僅是在戰爭時期 還包括戰後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還是在戰後 軍事政府的時期 直到佔領者在當地建立起 或授權他國建立起 所謂的平民政府為之 所以平民政府設立之後 可以運作之後 軍事政府才會離開 所以如果這六十幾年來 一直沒有台灣人設立的民政府 美國這個佔領的狀態是無法結束的 好 那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這個戰爭的這個歷程 兩個主權國家呢 宣戰之後就開戰 那開戰之後呢交戰 那一定會有勝或負 這是一般的說法 那戰爭法是說征服 征服對方 那就是對方無法 對方的軍力是無法抵抗了 投降 所以呢 軍事政府就成立交戰中 然後 敵方投降之後 軍事占領就開始 軍事政府就進駐 那就成立一名政府 成立一名政府之後 下個階段就是到一個正式的政府的組織 那之後兩國就簽訂這個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簽完之後呢 就可以結束這個軍事占領 那就完成撤軍 完成撤軍之後呢 才可以再恢復成一個主權國家 所以台灣人一直停留在這裡 一直都沒有成立民政府 走不到一半的這個程序 所以台灣民政府成立之後 可以把這後半段走完 那我們恢復成這個 整個日本的完整的主權國家 那國際上有什麼其他民政府的案例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伊拉克政府 我們看一下中文 伊拉克戰爭是在2003年的3月20號 一直到2011年的12月15號 那這個過程呢 其中美國的弗蘭克斯將軍呢 有指示入侵的目標 首先是要結束海山政權 那以下234567呢 可以看一下 那第八點呢 就是幫伊拉克人民成立一個 過度的有代表性的自治政府 那這就是民政府的意思 就是民政府是過度性的 要回到一個正式的族權的政府 好 那所以當時伊拉克民政府 就名稱是叫做伊拉克政府之議會 它的時間是2003年7月13號到2004年的6月1號 那這裡有提到說這個民政府之議會呢 它是由 Chosen by the US administration in Iraq 就是這個是在伊拉克當地的 美國的管理當局來選定的人 來成立這個民政府 所以如果是一些人民自己成立 沒有得到這個佔領全國的同意或認可 也是沒有用的喔 好 那他們就設置有 有制議會主席 有議員 議會議員 那有內閣 好 另外呢 這個民政府呢 這個民政府呢是 軍事政府呢 它是隸屬於國防部 所以民政府的長官是軍事政府 所以民政府再往上的長官也是美國國防部 所以台灣民政府一樣 所以台灣民政府一樣 對口單位是只屬於美國總統的美國國防部 並非美國國務院 所以聽說有些號稱什麼台灣政府 他們號稱他們聯絡對象是國務院 那這個是錯的 所以在2004年的6月28號 美國的當地所領導的聯合臨時當局 就將主權正式移轉給伊拉克的臨時政府 那第二個案例就是阿富汗民政府 那這個是在2001年的10月7號 那它的預計的時間是在2014年12月31號要撤軍 美軍要撤出阿富汗 那一樣也是在2001年12月的時候 有成立了阿富汗的臨時政府 那2002年6月有成立一個過渡政府 那這個是因為是一個塔利班政權 這個恐怖政權 所以美軍要攻打阿富汗 那這個是阿富汗當地的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事政府的將軍 它是有寫到這個 2001年12月成立的是臨時政府 那2002年6月成立過渡政府 那2004年1月有頒布新憲法 定國名為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 那這個民政府是有 美軍會有計畫給它一個歷程 那這個阿富汗民政府的歷程 他們稱作波恩進程 所以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也是有一個歷程 也是經過美國軍事政府 會有一個計畫 那不是說倉促成立 或是完全沒有計畫的 所以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都對民政府會有計畫 何時會讓民政府來管理執政 那何時美軍會撤出 這個都有一定的計畫 那第三個案例是琉球民政府 那這個是在太平洋戰爭 日本戰敗之後琉球當地的情形 那琉球當地的模式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來設立琉球 沖繩民政府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來設置琉球政府 那我們知道 它是在1945年4月1號成立的 因為那一天就是 這一天剛好就是美軍大局 攻占琉球群島 好 那這是當時琉球民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有發給琉球民政府 琉球人的旅行證件 那這是當時琉球民政府的組織架構 那當時呢 他們用的是這個特殊的軍票 這是當時琉球民政府的人員 所以我們也即將發行這個旅行證件 旅行證件 好 那這是2008年2月2號成立 台灣民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那這是組織架構圖 好 這個剛剛有提過 我希望 好 這個是2013年1月的時候的這個大會 當時有來了三千多名同心 那所以說這個 台灣民政府是經過美國軍事政府認可的組織 所以我們在看到 美國司法部寄給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信函上有署名 TCG 有署名這個台灣Civil Government 那他們有正式署名 他是美國司法部門的 那這個在網站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台灣民政府是經過 美國軍事政府認可的組織 好 那也在今年9月17號 有舉辦這個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音樂演講大會 高雄也舉辦一場 好 我們邀請到 這是我們的長官 美國前司法部最高檢查 總署副檢查總長 Scott Brock 來做演講 好 第四個案例是 菲律賓美國民政府 那這個是美西戰爭之後呢 在1901年3月15號 當時成立這個美國民政府 那菲律賓人是比較聰明 他們呢 當時有一些菲律賓人自己 成立了這個民政府 但是呢 美國政府是不會承認 菲律賓住民自行宣告成立的 這剛剛有說過 就是一般人民自己成立的 他不見得要承認 要他能夠信任的 那這個是最後這個佔領法會提到 這是為什麼 所以如果是著名自行宣告成立的政府 美國會視他為叛軍組織 那雙方是存在有敵意會發生戰爭 那這順便提一下就是說 有些人會問說 那中華民國的民主進步黨 可以來成立民政府嗎 或是中華民國國民黨 他們住台灣也住很久了 他們也可以成立民政府嗎 那答案是不行 因為這兩方代表的都是佔領方中國人 那是要被佔領地區的人民自己成立民政府 並不是佔領方的人去成立民政府 因為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的成員 他們已經算是宣誓效忠中華民國了 那已經不能視作是被佔領方的本土台灣人了 所以不論是中華民國的民主進步黨 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黨都沒有資格 也絕對不會被美國承認是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就是依據戰爭法來組成的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被佔領者的法律 所以美國總統他是代表佔領方的最高指揮官 所以佔領者美國總統的意志就是 台灣民政府被佔領者的法律 我們要很注意 那民政府是文職的官員 軍事政府是屬於軍事職務的官員 是不一樣的 好這個是美墨戰爭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美墨戰爭跟美西戰爭呢 這個是1889年的時候 1898年的時候 那之後呢因為西班牙戰敗 還有墨西哥戰敗 所以有一些有關美國軍事政府 成立的民政府的一些案例 那我們來做個整合介紹 如果第一部分呢 如果是戰敗西班牙跟墨西哥戰敗之後 有割讓領土給美國 那割讓給美國的地區呢 算是可以算是美國的殖民地了 算是他的海外的領土 那他美國國會會通過法案 要先經過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然後再成立當地的民政府 比如說美墨戰爭之後 割讓給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 或是美西戰爭之後 割讓給美國的菲律賓官島波多里格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並不是割讓給美國的地區 有些是別的國家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那有些只是 懸空割讓 並沒有割讓給美國 那這樣子的情形的話呢 不用經過美國國會通過法律 是由當地的被佔領區的人民 自己要成立民政府 譬如說古巴 琉球 伊拉克 台灣 這有表格 割讓給美國地區的 加利福尼亞 關島 波多里格 菲律賓 這些都是差不多兩年 兩年 三年就成立了民政府 比較特殊的是關島 我52年之後才成立民政府 另外呢 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的話呢 譬如說古巴 琉球 伊拉克 台灣 那這個也差不多都在同一年 或是隔一年就成立了民政府 那台灣是隔了63年才成立民政府 接下來我們來看國際法的起源 國際法的起源呢 最早要回溯到古希臘時代 古希臘時代呢 因為後來人們聚集在一起比較多 形成這個城市城邦來形成的 那所以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頻率比較頻繁之後 就會有人思考說這個互動的行為模式 那所以說當時的人呢 會也探求這個人跟人的關係 或是人跟自然的關係 或是甚至是人跟神的關係 好 所以就發展出自然法 那自然法是什麼呢 自然法的概念就是說 自然界的秩序也是人類應該要遵守的法則或範本 那有研究自然法的權威學者 是義大利人阿奎納 那他有兩個面向理論 就是上帝是自然法的創立者 那人是自然法的遵循者 自然法是約束所有的人 人有依據本性行動的自然傾向 那這個自然法是因為自然法都是引導人們去追求善 所以說 比如說他還有一個討論的對象就是說 自然法討論的對象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比如說是一個人 是討論的個體 那實際上來介紹 比如說我們在路上看到有人被車撞了 那旁邊的人就趕快去照顧他 幫他打電話打119報警 找救護車 那這就是發揮人們會發揮追求善的這個本質 那在早期的年代可能有人 比如說做小偷偷東西 有聽過早期年代有人說 那就把他的手剁掉 好懲罰他 或是說有人打架 打架打輸了 打贏的人可能很生氣 那就說 那你賠償我 剁掉你的手 剁掉你的腳 那這個就是違反自然法 所以衍生到後來的國際法 也是把國家看成是人一樣 雖然你被征服了 打輸了 可是打贏的那一國的人 也不可以分割你的 也不可以分割你的這個國土 好 那這個自然法 這個思想是有影響到後來的 英國的權力法案跟美國的獨立宣言 好 那他們認為說 這個自然權利是生命權 自由權財產權 是上帝是給人的 那這些權利不是人給人的 也不是人可以自己放棄 好 或是別人也不可以剝奪別人的這個 生命權 自由權 財產權 所以要保障這三個權利 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了政府 那這個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有寫到 那後來發展出來的很多自然法的哲學家 甚至後來的法律學家 就發展出比較有名的是The Law of Nation 這個是萬國公法的第一本書 是在1758年出版的 那第二本呢是 第二本是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s 是1836年出版的 那自然法衍生出的這個國際法呢 在1787年200多年前 這個喬治華盛頓在主持美國憲法會議 就通過寫在美國憲法條文中 Article 1 Section 8 那就有寫到 所以美國憲法呢 是明文承認這個萬國公法 憲法裡面寫到 界定並懲罰侵犯盜版和犯重罪 在公海和違背國際公法的罪行 所以美國憲法是遵守這個萬國公法 所以台灣民政府或是台灣人啊 秘書長林志正也是根據這個 美國憲法所遵守的這個萬國公法 去控告這個人權訴求 我們這個是 所以我們的人權是有保障的 所以在這一本書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裡面也有寫到 國家形成的要素是 自然取得神聖不可分割的特性 就是說國家的土地是一個完整 國土是一個完整的國土 不可以分割 雖然是戰敗 可是你可以佔領 可是不可以把它畫一塊地拿走 要保持這個被佔領國 這當地人民的文化特性 人種特性 不然就是語言 那像中國人的話 他們入侵這個屠博 也就是西藏 他們就是要去改變他們的人種特性 要派很多中國人進入 然後通婚之後就換掉他們的血統了 那這個是違反這個萬國公法跟國際法的 那所以國際法呢 國際法的這兩本書呢 是在規定規範國際社會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互動 那為什麼這個萬國公法 國際法會興起 就是因為在1804年的時候 歐洲 因為那 拿破仁他是小永三戰的將軍 那他幾乎把整個歐洲都併吞掉了 當時 所以之後歐洲各國就很重視這個國際法 不希望這種打贏了就佔領 就併吞成他的國家了 不容許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那國際戰爭法 國際法呢 有分幾個體系 就是海牙公約為主的系統 日內法公約的體系 國際紅十字會總會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的會編 FN27之時 第五是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簡介一下國際法的位階 這個最高位階是這個Nature Law 就是自然法 那第二位階是國際法 第三位階就是 Constitution憲法或是國際條約 所以說第三個位階的這個國際法律的位階 不可以違反上層的這個法律的位階 那上層法律的位階 那當時這個萬國公法國際法 這幾本書呢 有傳到中國是由美國的長老教會的牧師 傳教師呢 翻譯的 翻譯成漢文 那也傳到日本 由這兩位日本人介紹給日本人 是聖海州跟版本龍馬 介紹給日本的一些有勢之士 那其中有一句名言就是說 手槍只能殺傷敵人 那這本萬國公法可以振興日本 所以後來明治維新 明治天皇呢 他頒布的開國遭遇就已經承認 萬國公法 那將萬國公法當作是日本 對付歐美強權的武器 所以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裡面也寫到 也是根據這個萬國公法 根據萬國公法 來規定日本天皇的主權義務 描述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前言裡面 好 正宣示遵從 及保護權利的安全 及我的臣民的財產 且使他們享有完全的憲法 及法律規定的程度 還有正繼承祖先國家的主權權利 且將會流傳給子孫 正以及我的子孫 也在未來將會遵守這個憲法規定 不許違反 好 這個是日文版 英文版 好 所以 國家的主權權利 日本天皇寫到 國家主權權利已經成繼主些 而且會流傳後代 所以 到現在仍然是這樣 台灣這個土地還是日本天皇的 他的所有權 他仍然會繼承祖先流傳給後代 未來無法撼動他們 這是按照憲法授予的規定 好 在國際上有稱海洋領土爭端應該用國際法來解決 到今年的3月7號 這個烏克蘭跟克里米亞公投的這個事件呢 歐巴馬也說 克里米亞公投違反國際法 好 那還有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鮑娥女士也說 也指出這個克里米亞居心 要加入俄羅斯的公投是違反烏克蘭憲法 也違反國際法 而且侵犯烏克蘭的主權完整性 好就是 國土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侵犯完整性 好 那梅克爾也說 如果俄羅斯要併吞克里米亞 也是違反國際法的 好 所以最近這個北方四島俄羅斯的演習 歐巴馬 歐巴馬政府再次聲明說 北方四島的主權 是屬於Japanese sovereignty 北方四島是屬於日本人的主權 好 那戰爭法呢 好 各位看一下戰爭法 看洪志的部分 戰爭法呢 不是鼓勵戰爭 所以它是限制作戰手段 和方法的條約以及慣例法 它是改善戰時傷者的待遇公約 改善武裝人員傷患待遇公約 以及平民保護跟受難者公約 所以 國際人道法也適用於武裝衝突期間 目的是要保護生命 健康跟人類的尊嚴 所以這個是 幾個五大體系的戰爭法呢 目的是保護生命健康跟人類的尊嚴 所以人類都應該要遵守這個國際戰爭法 自行動終止並不等於戰爭狀態結束 好 那戰爭呢是由宣戰開始的 如果宣戰就是兩個國家 互相承認處於敵對狀態 那宣戰要有合理的理由 要明顯的這個 最後通牒才能形成合法戰爭 好 比如說當時美國布希總統 在3月19號在白宮對伊拉克宣戰 那一宣戰隔天就全面控制了伊拉克的領空 這樣就是讓伊拉克已經完全沒有反抗能力了 已經征服伊拉克 所以之後美軍就全面佔領伊拉克 就派地面部隊進入伊拉克佔領 所以這個征服者有條件就是 他有能力徹底來結束戰爭 還有能力來簽署條約宣告 本身是佔領全國 所以這樣就是征服者 那之後呢佔領之後呢 有國際法戰爭法有原則 就是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那也不可以併吞這個土地 就是剛剛介紹的這個自然法跟國際法 所以只有美國是以日本國的征服者身份 才有資格在萬國公法的架構內 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那戰爭的概念呢就是 第一個會問到說 戰爭是什麼 佔領是什麼時候開始 佔領全國是誰 佔領是什麼時候結束 那答案就是說 佔領是什麼時候開始 又征服開始 就是當地的軍隊已經投降 或是沒有反抗跡象 那第二個就是 佔領全國是誰 佔領全國是誰 就是征服者了 第三個問題 佔領什麼時候結束 美國軍事政府 如果移交給當地的主權 給新成立的民政府 而且是美國聯邦政府 所承認當地的合法政府 這樣子才會結束 那為了要結束佔領呢 是由美國總統他會正式宣佈 這個軍事管轄的結束 美國佔領的話 這個管理體系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這個英文評審我們應該要知道 是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日內瓦第四公元有提到第47條 第49條介紹一下 在佔領地內的被保護人 我們就是被佔領的人民 所以我們是被保護人的各項利益 均不得加以剝奪 第49條禁止強制大規模人口 遷出或移入佔領國的領土 佔領國不得將他本國平民的一部分 驅逐或是移入到他所佔領的土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有講 佔後中華民國政府分了七個梯次 遣返的合族日本人 從1946年3月2號開始 遷返了將近50萬人 這次就是違反日內瓦公約 日內瓦公約第49條 就是禁止大規模人口遷出遷入 那這個合族的大日本帝國的福爾摩沙公民 他們當時被遣返 每個人只能攜帶30公斤以內的行李 那跟當時的日幣1000元 日本人的財產就直接變成黨產 國民黨的黨產 那我們要知道說這個合族合裔的福爾摩沙公民 他們也是本土台灣人 他們也叫做People of Taiwan 因為他們在1945年8月15號之前 他們在台灣也是有戶籍的 這個要遵照聯合國大會的世界人權宣言 任何人的國籍不可以任意被剝奪 那這個有一個插播一下 這些就是所謂的合族合裔的福爾摩沙公民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這邊的本土台灣人 他們是在台灣出生的合裔的日本人 那他們現在呢 因為年紀也很大了 就回來台灣找他們的呼籍藤本出生證明 有這位老先生還有兩位太太 這是由田中石家小姐經過12年 請家蕩產為彎生找回他們的出生證明 台灣的戶籍 所以他們也是本土台灣人 他們很想念台灣 所以要 所以完生也要回家 這個有提到 佔領區的人民自己建立的政府是沒有法源無效的 還有個例子就是 當時戰後呢 美國軍事政府在1945年的12月8號 在進入朝鮮之前呢 朝鮮自己的人也有成立一名政府 但是沒有被承認 那是之後美國軍事政府進入之後才成立了 美國軍事政府自己挑選的人成立民政府 那當時美國CIA的檔案有解密說 1945年的10月29號 美國情報人員駐台的秘密電報指出 中國人要驅離600萬個本土台灣人 他們說這些人肯定不是中國人 那他們這個做法就是 遣返以及驅離 那是兩個佔領軍不必成立一名政府的藉口 那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併吞這個 中國人要併吞台灣這個土地 他們想要永久佔領就形同併吞 這個是跟蘇聯在南華太監千島群島的做法是一樣的 但是呢 依照戰爭法 所有佔領軍在軍事政府移轉主權 歸還給當地平民政府後 應該是要尊重佔領地的領土完整 那當時在1951年呢 4月11號 麥克·道格拉斯被 杜魯門總統截職回美國 他在5月5號有在 國會聽證時有說 福爾摩沙在法理上 目前仍然是日本帝國的一部 所以到1951年的5月5號 仍然法理地位仍然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是沒有錯的 那軍事政府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呢 也有很多例子 比如說 以色列佔領的加薩走廊 戈蘭高地 那還有約旦河西岸跟東葉路撒冷 這麼多地方 最後都是被聯合國要求要撤出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的 事實上很 比如說關東州後來也是 蘇聯佔領後來也是歸還給中國 那琉球後來也返還給日本政府 那朝鮮也沒有被 因為北緯38度以北是蘇聯佔領 他後來也還給了朝鮮人民自己成立的共和國 那南朝鮮也是美國佔領 後來也是他們自己獨立成為大海民國 所以並沒有被美國或蘇聯併吞 另外再講一個當時二次大戰的德國的例子 德國當時是被蘇聯、美國、英國、法國 分成四個區域分別佔領 到了1987年的6月 美國總統雷根發表了著名的演說 《推倒這堵牆》 呼籲蘇共總書記戈巴齊夫 一起拆掉柏林圍牆 這個也是被佔領了很多年之後 也是要還給德國人民 那當時是怎麼回事呢 是大概兩年前 1987年的時候 這個是美國總統跟戈巴齊夫的演說 已經有公開宣誓 就是要結束分割佔領了 那當時到了1989年的11月9號的時候 當時是這個社會黨的官員說 出來宣布新的一個 一個新的臨時旅行法規 那當時的東德的人是不可以隨意離境的 如果要離境的話是很嚴格的 要有旅行證件以及很多證明 外國親屬關係的證明 才可以申請出境 那當時這個東德的官員出來宣誓說 有新的這個旅行證件旅行法規呢 是說完全無需證明即可出境 那當時東德的人的記者是說 你說的是什麼時候生效 那這位官員說 據我所知立即生效不拖延 這句話一宣布之後呢 所有的人都擠到這個柏林圍牆邊境 就是馬上申請旅行證件 完全不需要任何證明 所以柏林圍牆當天就倒塌 所以這個東西德就開始合併了 所以這個只要 臺灣民政府旅行證件發行之後 這個中華民國很快就會離開了 我們就很快可以回復這個 大日本的主權國家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琉球返還 這個也是佔領不得已轉主權的例子 我們知道琉球在1975年 也是返還給日本國政府了 臺灣跟琉球一樣 都是屬於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主權是屬於大日本天皇陛下所有的 所以我們的模式也是一樣 當時實行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模式也都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給臺灣做借鏡 那當時是為什麼會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國土呢 是因為昭和天皇呢 在1945年4月1號頒布的一個招書 那特別賦予臺灣的著名加入帝國議會議員行列參與國政 如等成名 他稱我們是成名 希望善體正義 和諧無堅 全力輔佐政的皇國大業 遇人昭和 20年4月1號頒布的招書 所以因為這個招書 我們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公民成名 我們不再是身為殖民地的身份了 所以真的是 我們成為公民是很高的地位 這個是大日本帝國的組織結構圖 我們是日本成名 我們也可以接受征兵 我們也參與眾議院的選舉 參與國政 我們在國際法上是為合併的領土 原來是殖民地 後來邁向合併的領土 成為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臺灣在這邊 這個是在1922年的華盛頓裁軍協定 當時臺灣就是劃定在日本國土的範圍內 這是大日本帝國當時管轄這麼大的太平洋的範圍 普及國民教育 這個是當時日本政府對臺灣的建設 我們要知道 當時臺灣人1895年的時候 臺灣人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幾歲 三十不到三十歲 那到了接近戰爭結束的時候 臺灣人的壽命已經提高到接近七十歲了 因為當時清國管理了兩百年 衛生條件很差 壽命很短 那日本人來管理之後的臺灣人生活變得非常好 那另外提到的琉球的模式呢 要注意的是說我們現在的身份 公民是先被選擇起來 因為我們是被佔領地的人民 那要注意的是現在臺灣呢 有中國難民 他們還是保有正式的中國國籍喔 所以至今從未改變 這也就是說臺灣現在有兩種人 people of 臺灣跟people of 臺灣 那是不同的兩種人 所以不可以公投 最後呢介紹一下佔領法的概念 那佔領法呢就是說要遂行治理權的移轉 而且是在萬國公法的範疇內進行 這佔領法的概念 這官網上有各位可以再詳細的看 那重要的是說 美國軍方會檢定篩選訓練可靠的民間人士 來順利移轉這個軍事民政府的政權 好 那這個請各位在官網再仔細的閱讀 好 所以各位今天課就上到這裡 謝謝各位